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就表示了 北市才刚刚规划好莫德纳校园接种 如今又宣布这个辉瑞的儿童疫苗要到货 想必家长会有所选择 势必会对已经进行当中的莫德纳接种规划 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么就痛批指挥中心啦 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好 这一回呢不是柯文哲来这个干干叫咯 换成副市长 但这样说法有道理吗 秦皇 对 这真的非常的奇特 台北市现在陷入真的是有也骂没有也骂 我们先告诉大家现在状况 在五月份的时候来的儿童疫苗 辉瑞儿童疫苗会有220万剂 那目前我们有没有儿童疫苗 有 目前有莫德纳的儿童疫苗 就是全世界现在最重要的儿童疫苗就这么两支 莫德纳跟辉瑞在五月的时候我们都会有 所以五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 他要不要打疫苗 这个家长就可以决定 要打哪一支 家长五月份的时候也可以决定 那再提醒大家 这儿童疫苗两剂的间隔是21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五月份到这个220万剂 之后如果有需要还会到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5到11岁台湾的小朋友的人数 大概是120万人左右 所以这220万剂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都可以打得到 所以数量上是绝对充足的 好 举今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了 那请问台北市到底是希望 有辉瑞的儿童疫苗 还是不希望有辉瑞的儿童疫苗 之前不是刚刚叫做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让你有个选择 不是很好吗 然后所以我们再告诉观众朋友 另外一件事情 疫苗的到货 是不是本来就分程序 按照厂商出货的速度 按照我们签谈合约的速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指挥中心就告诉你 我们现在辉瑞谈好了之后 所以我们签合约完成了 所以这一批疫苗会到货 所以真实的状况就是 我们现在两个疫苗 在五月份的时候 家长只要愿意 都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打得到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会发现台北市两个动作 实在让我非常的不解 那两个动作非常的不解 第一个你现在看到这个副市长 他是告诉你说 好不容易我们五到十一岁 都规划好了 既然都规划好了 你这样子又来了 辉瑞的疫苗到货的话 你会打乱我们原来的安排 他的意思就是说 家长就开始会有人观望说 我是不是这一次莫德纳 我就先不打 我就等后面辉瑞的我再打 不是啊你观望之后 我只要把这个意愿输出 拍摄我就先不要打 跟学校说一下就好 这个又很难吗 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台北市你现在 到底希望他来还是不要来 就是真实的状况是 对所有的民众来讲 两支疫苗都倒不是很好吗 对家长来讲 有辉瑞有莫德纳可以选 不是很好吗 而且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有很多家长在选择 打儿童疫苗 跟不打儿童疫苗的时候 很多家长其实是 不会让小孩子去打疫苗的 他会觉得说 我宁可让小朋友 我要考虑打疫苗的副作用 确诊在小朋友身上 症状的时候二选一的时候 很多家长也不一定会冒那个风险 所以实际打的人数 会不会到我讲的120万 一定不会 所以来的疫苗其实很充足 但台北市现在抱怨 降帅无能累死三军的理由 竟然是因为 你这样制造他的困扰 那我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跟这个前几天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讲的很像 他告诉你说 这个我因为居隔单开不出来 所以你把那个隔离的时间 改成三天这件事情不合理 我们就很想请问一下 台北市的行政程序 是有让你这么为难到这种程度 你两个事情都是一样 都在抱怨说 造成你们行政上的困扰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都是有人出处理很基本的 是 我们要问的是 你造成你的行政考量比较大 还是保护民众比较大 当然是保护民众 这个上位的价值比较大 就像我们在讲的 你今天一次把居隔时间改到零 我们讲开玩笑说叫零加七 对民众来说风险会不会很高 很高 因为你会造成确诊人数增加 中重症的人数增加 那就会造成你台北市医疗上 很大的负担 到时候住院都被塞满的时候 我请问一下急诊塞满了 对其他 民众不是都只有肺炎的 COVID-19的症状 民众还有其他疾病 是需要看急诊的 所以你想想看 黄珊在抱怨 这个居隔三天事件的时候 讲的也是说 我们居隔单来不及开 行政上会有困扰 现在蔡炳坤 另外一个台北市的副市长 抱怨的也是一样 说行政上会有困扰 然后说你这个作为 是降帅无能类死三军 那我们请问观众朋友一句话 这样的抱怨合理吗 这样的评论合理吗 很显然我认为 对多数的民众来讲 这种抱怨真的不合理 好而且如果说 我不想打的话 其实我也会观望 那如果真的想打莫德纳的话 你这样子 这个辉瑞儿童疫苗 你大概六月中才会打得到 那你这样子一拖的话 如果你意愿输又这样子 为了他又卡住的话 是不是我想打莫德纳的 我可能要等后面这一批六月中 我才打得到呢 是而且我们讲一句话 今天对民众来讲 最上位化的考量是 我最好都有的选择 我都有 那当然有人会抱怨说 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可是你要想说 我们之间在谈合约的时候 指挥中心就告诉你 这个合约谈的过程比较复杂 因为同时牵扯到上海复兴 然后跟辉瑞两边 那现在指挥中心 人家事情也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货来了 结果你还抱怨这么多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 你作为台北市的行政大家长 这样的抱怨合理吗 而且我们还是要再讲一件事情 台北市在这一次 这一波我们讲说疫情的事情里面 制造的口水真的太多了 你看你的市长柯文哲 讲的软封城 我们请问一下 你没事丢 就是一定要扣到封城两个字就对了 软封城这三个字 造成民众多大的恐慌 很多人一想到的时候 这几天 这是物流业者直接告诉你 很多零售业者告诉你 我们现在真的卖出去的东西 销售量大增 为什么大增 因为很多人就怕会不会遇到跟上海北京一样遇到被封起来的状况 各位 现在是连北京都出现开始要封的状况 你看到北京真的是有人把那个社区大门直接用铁板把它给焊上去 你看到那种状况 封城让大家想到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台湾就有民众真的产生恐慌 然后造成大家跑去抢购物资的情况 所以你去看你作为台北市的大家长 你怎么会好意思去制造民众的恐慌 那另外一个如果再进一步影响到你台北市其他的餐厅的生意的话 我请问一下这件事情难道是你台北市长柯文哲 跟你的副市长要来负责任吗